新加坡亚洲电视节 台湾馆开幕典礼 由台湾霹雳布袋戏偶 结合真人版Cosplay热闹开场 是否摆动双手操控的布袋戏偶 微妙微笑 展现台湾特有的民族文化 让参观的国外买家惊艳 台湾有11家数位内容及影视业者参展 希望透过推广原创动画及影视作品 争取国际合作机会 拓展新南向商机 除了台湾馆之外 影视业者也另设摊位 展出台湾优质的各类戏剧节目 我们希望能够再次借由新加坡的影视者 影视者来呈现台湾的多元的影视面 来协助台湾影视作品 能够要上新南向的文化 驻新加坡台北代表处 副代表黄建良表示 台湾与新加坡的文化交流非常热热 特别在影视媒体 因为在新加坡有8个频道电视台 能看到台湾连续剧 看美食节目 加上今年台湾影视作品 在新加坡亚洲电视大奖大放异彩 其中一把青成了最大赢家 还创下单一节目得奖的最多记录 也使得台湾影视节目及影视产业 备受国际市场肯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